诶 你不要随地读花样糖 中国的环境本来就脏万岔 是我 小男 你没事吧 陆总 怎么21世纪了还有这样的人啊 你干嘛啊 他是我男朋友 真没见识啊 这叫天天理啊 国外很多人好不好啊 七彩姐 你拿点咖啡 叫我吹息啊 什么七彩啊 这咖啡怎么是剪的呀 国外都喝醉了不起咖啡 你都知道吗 吐包是 这可是我开会要用的文件 反正你写的也是抓地区 你 陆 陈佑 这里就你看着比较硬头 没什么呢 带我去公司吧 陆总 这你小机上来个蛋 我给你小海龟 快点呀 我和你小可熟了 你是不是小黑白呀 跟我来的 这是我们为客户制定的旗袍礼服策划 就要你来先进吗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旗袍呀 搂不搂呀 现在流行成外国的高地 旗袍可是被国际服装界 誉为东方女装的代表 而且它的手工制造工艺 还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落 又老又土 既然这样 那我就跟夜上说换人跟进咯 我又没说我不去 这个趋势也太过分了 你知道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 去联系一下夜灵风 顺便安排一下明天的团建场地吧 好的 今天团建路总请客 大家别客气啊 请吃饭就来这么去谱的地方啊 你 看来你们路总也不怎么样嘛 哪个一门单词都没有 外头 给我来一份飞食服大死 啊 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 算了 国内的餐厅啊 就是了 它掉了一股油烟味呢 不像国外的空气啊 都是香的 我这餐具怎么这么垃圾啊 连肉都切不开 歪套 你这餐具不会是made in 国内吧 我们店内的餐具都是中国制造 难怪这么劣质 怎么 它不行made in China 你现在穿的用的 说不定都是中国制造 你个小员工神奇什么呀 我常年买的都是国外高端品牌 我帅怎么肯定有中国制造呢 纸料那么差会对皮肤病的 哎呀 别忘了 你不也是中国制造了吗 你 你刚刚想说的是法式额干吧 法式的英文是French 而不是France 额干的英文是Goose liver 而你刚刚说的Foreha是法文 而不是英语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海龟 却连发音都搞不清楚 你有什么好优劣的 你 你这个D当然懂什么呀 是衣裳 李翠浅 他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姐姐 之前在国外当洗碗工的 原来就是个洗碗工啊 装什么海龟啊 真丢人 怎么乱想吗 你就是陆总 陆总 对不起 是我永远不识泰山 我 好好的中国人孤单 非要去当牧羊犬 你这种人 在意识做保洁都不配 我 对不起